大吉設計高志豪設計師 擁有十餘年的設計規劃 以及工程管理的豐沛經驗喔 每次看別人家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很喜歡 跟這個設計師先聊一聊 屋主當初設計這個房子的需求 想法跟背景 今天這個房子你一定很羨慕 高志豪也許我們先講一下好了 他這個房子 並不是用來長期居住型的對不對 是的 這裡是平時屋主招待親友 招待朋友的一個招待會所 那麼在風格定位上 他因為跟這些朋友 希望說有一個討論的焦點 於是乎我設計成一個 比較屬於低調奢華的風格 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感覺應該是 既然他是招待朋友的一個空間 我的朋友來的時候 必須讓他覺得這個空間 有點奢華華麗 是的 這樣比較有面子 可是你既然是招待會所 如果你做得太華麗 又可能沒有那種休閒放鬆的感覺 是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來聊聊 你在材質的運用上面 其實是要花很多的苦心 去Balance 這一個是奢華 一個是休閒的感覺 是的 我們在一些牆面的部分 我們有使用大理石 去表現出它的奢華感 但是呢同樣的 我們有用一些 比較粗曠一點的無銅木皮 我們在空間上面 等於說 用這個冷掉的大理石 跟這個暖掉的無銅木皮 來做一個平衡 卻又不是顯得很 強烈衝突的對比的材料 接下來說 今天這個空間呢 是屋主招待好朋友的 一個迷你型的招待會所 那我知道它在格局的規劃上面 會跟一般 如果我們要做居家空間的格局 甚至是房間屬的分配上 是有不一樣的思維的 是 我們有很多的空間 它是其實它的功能是在於說 是休閒娛樂的功能 譬如說 包括說我這個 娛樂室的部分呢 有一個 預備一個小桌子 打打麻將啦 對 打打牌這樣子 是的是的是的 在另外 原來的一個房間裡面呢 原本也是當作客房 那我把這個客房的設計 弄成一個 是屬於一個主臥室的書房 在公共空間的塑造上面呢 我們客餐廳的話 沒有做任何的主角 也就是說視覺可以 整個做延伸過去 那並且呢 外面有一個大的陽台 也就是說 我在這個客廳看電視的時候 也可以享受到戶外 自然這個氛圍的塑造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這次設計的一個 主要的風格 也就是說 打造一個 私人的 迷你的招待會所這樣子 既低調奢華 有面子 同時還要監控那種 休閒放鬆的感覺 是的 OK 我們帶你從它的玄關 慢慢看起這個 迷你型的招待會所 該怎麼做 今天這個房子啊 我覺得建設還有個得天獨厚 讓我很驚訝 以前也很少見 就是 像我現在看到這一層一層三戶 可是它戶戶都有 外玄關的空間耶 是 當時候它在功能上面 是要讓我們有一個穿鞋區 但是呢 它給我們的畫 就是只有一個單純一個空間 都完全都是沒有任何做過任何設計的 所以到最後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用一個天圓地方的概念 就是說上面我做一個方形的燈箱 然後底下呢 我放一個圓的地毯 那其實可以感覺說 有兩個這個方圓的這個概念的元素在這樣子 那麼呢 在端頸的布置上面呢 我除了有做一個特別的一個鞋櫃 也就是說門板有一些雕刻 這個比較特別的鞋櫃以外呢 上面我有擺兩幅畫嘛 那其實單純就是塑造出一個 那個入門進來的時候 有個端頸牆的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接下來進到內懸關 我們來看看內懸關的設計囉 內懸關的部分呢 因為在入口一進來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開關箱跟弱電箱 所以我們用編織皮革呢 那結合暗門這樣子的設計呢 把這個開關箱跟弱電箱呢 就是整個把它巧妙的遮掩住 然後另外折過來的部分呢 我會有一個塑造出一個端頸牆 那這個端頸牆呢 一般而言我們通常的設計 手法就是很單純的掛畫 只是說我這邊特別的就是說 我用珍珠母貝當一個畫框 然後結合這個銀箔呢 當作裡面的畫紙 其實它是一個畫的暗域 只是說用不同的材質去搭配 我除了珍珠母貝以外呢 我中間的話還有用一個 杜泰的不鏽鋼的做一個釋條 也就是說讓這個畫呢 本身能夠更精緻 對 當然進門這個地方 因為可能我們要隱藏一些電表箱 對講機的部分 沒有深度可以再把進門的端頸做出來 所以你的端頸我發現 稍微往這個旁邊移了一點位置 這邊開關箱跟弱電箱 它其實是一個結構呢 那結構旁邊有個凹槽 剛剛像倩雲講的 就是說凹槽裡面呢 我設計了一個端頸牆的感覺 對 那整個的材質我們是用 杜泰不鏽鋼飾板來做 那最主要是營造出 金屬呢亮麗的感覺 跟這個皮革呢 整個做成低調奢華的感覺 這樣子 OK 好 那接著呢外懸關內懸關之後 我們要進入所謂真正的 叫空間了 那這邊也用了一個很巧妙 然後很有質感的材質 來做空間的區隔 是 從懸關呢進來客廳的部分 我們用杜泰不鏽鋼板 做一個門拱 來做一個區隔這樣子 其實從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來看我的沙發背牆的部分 它跟你的懸關是整個 一路是延伸過來 可是我覺得你處理得很好 因為你在材質的一些轉換上面 是很自然的就銜接過來了 我們先聊你的端頸櫃設計 是 其實這個端頸櫃呢 最主要它的功能性呢 除了有這個穿衣�以外呢 再來的話 它本身是電器設備櫃 那麼有一些儲物的功能 那最主要最特別的設計的元素 是在於說 我的門板呢 是用雷射雕刻的鐵鍵 下去做它的門板 那一方面呢 它又有穿透 也就是說放在裡面的衣服呢 假設說我們出去外面有吃火鍋 吃烤肉 那個外套一掛進來 完全不會悶在裡面 可以透氣 是的 對 那這個電器設備呢 放在我這個端頸櫃的門片裡面呢 也可以有這個散熱的功能這樣子 OK 好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你也說過 今天這個空間 我的外懸關到內懸關 我已經要給我的好朋友啦 我的姐妹感覺有那種奢華 然後會驚豔了 接下來你要幫我balance一下 小燕這麼幫我把它拉回 是一個休閒的空間 該有的那種舒適休閒氛圍 是 在沙發背牆的部分呢 我們使用了 梧桐鋼刷木皮 那我們用這個梧桐鋼刷木皮 最主要是 我們期待這個溫潤的質感 能夠在剛剛看到的 所有一些很 金屬面 玻璃面 這些材質裡面呢 可以做一個平衡的這個角色 好接下來我們要點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屋竹還是有多多少少 一點點風水的問題 可是在我來講 這根本沒有穿堂紗 可是屋竹還是有點小在意喔 是 從玄關 內玄關一進來的 要轉個彎啊 是的 它玄關進來 它的動線呢 其實是隱隱約約 會是直接朝著我這個主臥室的門片 但是屋竹因為我們考量屋竹的需求 所以我們特地呢 做的一個類似像屏風 那關於這個屏風的設計呢 我們用渡泰不鏽鋼板做為結構 然後做的一個V角 而不是一個單純的設計 只有一面平的這樣的屏風 然後中間呢 我們砍了一些灰色跟黑色玻璃 試圖就是說 讓這個視覺能夠有隱隱約約的傳透 這樣子 所以這個屏風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跳動一般屏風就是一個面 它是一種立體的直線 是的 而且我可以稱它 它會比較精品級的屏風嗎 是的 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高聖醫師有跟我聊到空間當中 你要提升它的那種質感 你可能會用食材的方法來表現 可是食材 我們在你的食材當中 就是看到了一些不平凡 看到了一種不一樣的做法 可以讓食材變得更有趣 不是那麼單調 是的 在設計客廳的時候呢 有一道牆面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這個白色的大理石牆 會使用白色的大理石牆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本身白色的大理石牆 在這個整個空間感而言 它會有放大的效果 再來我們挑的這塊白色的大理石牆 它的那個玻璃質感又比較重一點 也就是說會反射本身客廳的景深 所以會感覺這個客廳 其實是不會被封住的這樣子 而且一些縫的其實所表現出來 它那些精緻的意義 我們是希望說試圖 是把它設計出來的這樣子 所以它看起來會比我整面貼五階縫的食材 來的有趣 是的 OK 當然了這塊食材的用法 除了在你身後的這個牆面 是別處新材的設計之外 你也用戴了電視主牆 那電視主牆 先讓我讚美它一下 如果用女人來形容 它是個阿娜多姿的電視主牆 其實你也可以很簡單 就是做直線帶過 可是你的電視主牆今天做了 蠻多的倒閉腳的造型 讓我覺得其實你花很多心思在這上面 是 我們特地在設計裡面 把這個方合的概念把它給破除掉 我們刻意做有一些斜線 兩邊有一些對稱的斜線這樣的設計 讓這個電視牆你感覺不要那麼呆白 那在一方面呢 除了上方我有規劃一個可以放書 或放一些展示筆的凹槽以外 我材質的分割來講的話 有木皮跟杜泰不鏽鋼板來做為收編 然後底下就是說 延續我原本白色大理石牆的材質 來做這個電視牆 主要主牆的這個材質這樣子 嗯 所以它的現在我們看到正面的這個部分 它是電視主牆的功能嗎 不過它下面 一般來講設計都會是機櫃 但是我記得你的機櫃已經整合到別的地方 是 所有的視聽設備呢 包括DVD還有擴大機 我們整個都把它延伸到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機櫃裡面去了 沙發背牆側邊後面那邊 是的 這一方面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的整個電視牆能夠變薄 而不是變得很厚重 一方面呢就是說 在我看的電視的時候 底下也能夠比較清爽 不要有任何的電器啊 有電線這樣子的東西存在 嗯嗯 OK 好 那它剛好喔 在這個電視主牆東倒繞到後方 它就是餐廳的空間 是 也留了一塊空間給餐廳用嘛 對不對 在電視牆後方呢 我們有設計一個凹洞 嗯 那在設計裡面呢 我又在後面有藏了一些燈帶 嗯 讓這個凹洞也是一個視覺的焦點 它那種用餐氛圍的燈光 除了上面的主燈之外 這邊也可以光源嘛 是的 是的 OK 我們帶大家到後面看看 好 剛剛坐在沙發的時候 出了可以看到電視主牆 影樂還可以再往後延伸 視覺焦點回到這整個牆面 在餐廳這一塊呢 我們有塑造出一個端井牆 嗯 能夠加強這個餐廳的氣氛 整個感覺來講的話 我用大理石做一個鏡框 然後貼上明鏡 讓它感覺是一個大面鏡子的感覺 嗯 那最主要是在這個大理石牆裡面 我們有延續剛剛就是大理石 有一些做一些分割這樣子 那在層次上面來講的話呢 大理石跟鏡面中間 我們有砍一個小的雲鏡 就是類似像鏡面的這樣子 讓這個大理石牆是更有層次的 那兩側這個無銅木鋼刷木皮的材質呢 一方面是連續從客廳沙發背牆的材質以外呢 然後我把用這個鋼刷無銅木皮來做為暗門 一邊是客房一邊是客浴 那再過來呢 往兩側走的話是皮革 木皮跟皮革加起來 我希望說能夠平衡中間這個大理石牆 冷掉的感覺 喔 OK 所以這整個牆面看起來 就算是我坐在沙發 透過這個電視的中導 然後再往後看都會有景深嗎 是的 OK 好 我覺得這地方還有一個地方 是你有為它做迷你招待會所得了一個考量 就是吧台是你家的對不對 對 這個吧台的設計呢 一方面它能夠彌補原來儲具檯面不足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它當作備餐台 它有可以當作說一個喝酒的一個地方 而不會說做菜餐桌那麼拘束 如果屋主招待朋友說自己喜歡下廚嗎 屋主是喜歡下廚的 那油煙 油煙的部分呢我們有做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我有設計折疊門 然後能夠把這個油煙整個把它阻絕掉 而這個折門呢裡面呢 我又做了一個夾紗玻璃的材質 讓視覺又完全是可以直接穿透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滿好的 因為比方說如果你家裡真的沒有空間 可以去藏所謂的隱藏式的拉門或門片 折疊門跟壁面的結合 倒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是的 是的 今天這個比較屬於迷你型的私人招待會說 我覺得它的格局啊 在跟大家講一下真的還蠻棒的 它所謂的客餐廳啦 還有陽台的公共區塊放中間 剛剛另外一邊我們看到它有了娛樂室嘛 客用衛浴 客用臥室還有一些廚房的空間 到主臥室這邊的話呢 它就整條的空間都打通了對不對 是的 我們在書房跟這個主臥室的部分呢 我們是整個打通的 但是最主要我們也有設計一個屏風 那這個屏風的設計呢 一方面它能夠區隔主臥室跟書房以外的 最主要我用這個黑色玻璃 它又可以把這個裁光把它引進 這樣子 OK 就是有區隔可是光也不會被擋住 是的 是的 好 那這一間主臥室裡面有一個材質 我還蠻好奇的 就是它衣櫃門片的材質 那其實這個是系統櫃的材質 這是什麼材質 這個是系統櫃 但是我們用高壓玻璃的方式來做門片 那這個要用玻璃的話 我可以做很多種選擇 那其中這個屬於深色大理石紋 跟淺色大理石紋的這樣子的門片 那做起來質感也蠻好的 是的 接著我要說今天要通往主臥衛浴的門片 很少有難得到我的 因為一般的門 我大概都知道藏在哪裡 等一下知道怎麼開 但是你今天的設計有考到我了 那其實這個是往主臥的一個暗門 我做了一個好像兩個畫框的感覺 你的感覺觀感上面是兩幅畫 但其實中間有一片它是通往主臥的暗門 它這個門怎麼也是左右橫向推拉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它的框歸框 它的門是用推的進去的 是的 這兩個類似像畫的這樣子的感覺 它在同一個平面 就很難知道說它其實是一個女 所以這樣子的設計其實隱藏得很好 也跟你的床頭的一些壁紙是有呼應到的 是的 當然還有一個很貼心的小地方就是 一般我看過很多種夜燈的設計 可是你今天的夜燈的位子 是一開始就想好要放在這邊的嗎 是的 我們因為不考慮完全做 而是刻意留一個小角落 我用這個水晶珠串 做成一個類似像吊燈的這樣子的感覺 來作為它晚上的情景夜燈 今天在高智豪設計師所規劃 迷你版的招待會所空間 有一個地方是讓我讚不絕口的 那就是關於陽台位子 跟整個公共空間的整合關係 上那間會讓整間房子的開闊視覺 一路就延伸到了窗外的山景 以往我們看到的房子如果有大陽台的話 通常也就只是可惜了 再不然就是這個大陽台 會被規劃成為沙發的背牆 客廳的側牆 又甚至是成為電視主牆的一部分 不過像今天這樣子的設計手法 不但讓這個大的陽台 跟室內空間可以融為一體 大大的放大了整個房子的公共空間 同時也讓陽台左右兩邊的娛樂室 跟主臥的書房有了良好的採光 不過最重要的是假如你的房子 有這麼大的一個陽台 你再也不會因此而覺得可惜了 有這麼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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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